歡迎大家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詩先生 與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及市況 詩先生你好 你好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 收報184.49 按週微跌了0.09% 但對比4月 其實整體仍然是情上升的趨勢 而最新一期的六字居 今日正式開始接受申請 詩先生你認為 近期新盤買得這麼火熱 在資助房屋市場 會否都可以加配這樣呈現 而雖然說疫情影響了很多中下層市民的生活 但仍然都無損他們的置業夢 即使是居屋、陸置居等 有資助性質的房屋 賣價都不僅是用的考慮 因為一筆這麼大筆的錢 製造進去 他都希望看到樓價上升 不是買了之後 越整越縮 將來套現的時候 不見了一大部分 會令到居屋、陸置居 都是看市場好不好 市場好的時候 超額營購 市場一不好 中了千都不去選樓 這反映資助市場 一樣有投資因素在作稅 現在整個市場 都是醞釀突破停滯區 而且已經有蠢蠢欲動 開始霧頭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反映 是會比之前好 之前試過有些是沒有人選擇 選擇很久才能選擇 這次我認為會好很多 亦經常說 逛逛街看看周邊的店鋪 都可以略略地反映到 香港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而近來 其實雙鋪市場 都出現了很多種 竹目的租務成交 就好像中華人翠華的舊鋪 其實雕空了一年多 最近都被淡仔頂上了 另外在皇后大島中的Adidas 都被恆新銀行頂上了 其實這兩種的成交 它的新租的面積都比舊的少 但是同樣地租金亦都便宜了一大折 這樣是否反映了 其實租金已經見底甚至乎回升 在疫情結束之前 這是否最後便宜的一個良機 鋪是這麼多種房屋裏面 是受到衝擊最大的一個類別 一個就是 之前社會運動的時候 有一股風氣就針對內地來客 令到內地來客就少了很多 接著疫情 很多商業活動 尤其是隱食場所曾經一度被擔憂 是傳播病毒的溫床 不可以太多人一起吃 整個零售熱、餐飲 都受到影響 酒吧,尤其影響受到大 變成了 鋪不是簡素那麼簡單 很多是做不住 有些人擔憂了很久 經營者只是在考慮哪間店鋪 剪掉它 不是租新鋪 最近有一些較大的位置 成交渡 都反映有些零售熱的人 都重新開始部署 但是都是以本土消費為主 到這一刻,都未曾旅遊、未曾開放 但是疫情的總趨勢在此改善 疫苗面世之後 有些打得快 膠刺以色列 打完之後 新增的確診數字大幅下降 甚至接近清零 英國、美國都改善了很多 當然最近有少許反彈 因為限制社交距離的要求 放寬了 放寬了,可能都會傳染多一點 但是打針仍在進行 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外國因為疫情嚴重 打真的人都很積極 有些地方不足夠疫苗 不是沒有人打 我相信 打的人越來越多 病毒傳播的能力 就會受到壓抑 接下來,純粹因疫情而停頓 經濟的經濟會逐步恢復 至於內地來嚇 我自己看 中美是正在較量 美國想看到 我被制裁你 你被制裁之後 就一沉不起了 北京又想看到 你制裁我都沒有用 香港一樣 北京可以做些甚麼呢 其中一件事 我相信會鼓勵一些人 下來消費 只要香港的產品 可靠性高 服務水平高 香港都是鄰近大陸的購物熱點 我相信吸引力依然存在 這與最近有人買舖 有關係 通常投資者的觸覺 比經營更強 因為投資者可以為未來作打算 經營者要看著這一刻 開店有沒有生意做 投資者覺得 遲些會有生意做 他都願意落達 所以最近鋪位交投多了很多 施先生 大家都知道中原有四百多間分行 其實全部都是租的 而中原本身是大租客 而你亦身兼租客和業主的身份 想問你怎樣看香港的舖位前景 我個人分開兩個身份 作為服務業的經營者 我不是很傾向買舖 很多做餐人也有做零售也有 都喜歡買舖 有些甚至買舖賺錢多於零售而賺錢 我覺得這是本末倒置 如果生意真的做得好 你依靠自己的add value 人可以在經營上 透過你的管理能力產生的效益 應該是大於買舖等它升值 買舖等它升值很被動 坐順風車 你不可以自己爬 所以我喜歡做多於買舖等它升值 所以中原的舖到現在都是租的 不過有些朋友說 你如果一早買多些舖 就發現在吧 暫時我都未曾改取態 我不算很熱衝買舖 我熱衝提供幫投資者買舖的服務 我只會賺少許多賺錢 他們去賺價 當然賺價要無風險 我做經營都有風險 既然選擇做服務業 你就做服務 如果你是選擇做投資 你做鄧承波那種 就不用又搞訓練 又要訂購佣金制度 還要跟你搞網上課 這個取態不同 最後,在疫情期間 其實有很多商鋪市場 亦都有人結業 亦都有人看準這個時機去創業 施生,你可否給予一些建議 各位想創業的人士 在這個時候有甚麼特別要注意 其實香港是還有機會創業的 一個地方有沒有機會創業 好看經濟增長多不多 經濟增長快的機會就多了 香港上個季度有7.9%增長 當然這是因為之前的基數比較低 但我相信世界的經濟引擎是中國 中國經濟如果能夠蓬勃發展 尤其是中國的外循環沒有萎縮 香港是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你說你在香港創業 有機會多呢? 或是走去英國創業 有機會多呢? 我相信一定是香港創業的機會多 我都認識一些外國的朋友 都來香港創業 所以就不要妄自匪博 說不能創業 當然了 香港都是一個經濟已經發展了一個地區 很多行業已經有人做 而且都有行業的龍頭 你再踩一隻腳踩下去 就沒有我們出來的時候 還是戰國時代 有這麼多機會 我出來做的時候 做得最大的那間地產代理 都是多了我四、五間店舖 我只有一間就六、七間 你追上去就容易 例如我現在送了四百多間 你要踩一日離間辛苦 但是你看看 如果你能夠對行業的角色有認識 知道行業的痛點在哪裏 哪些地方可以有新的營運模式 例如在內地 鏈家、貝殼那些都是新的 它僅於創新 原本的行業老大 每個人都要靠邊站 所以問題是 你能否成功去創新 顛覆舊模式 才有機會 關鍵是知道行業 有哪些地方是有所缺失的 你去填補它 你便會做得比別人好 如果你只是跟著 別人怎樣做 你永遠在別人後面 一定要有創新 有補缺失 你就會有突破 看來無論用家還是投資者 都可以對未來的後市充滿信心 今集很感謝詩生為我們分析 樓價走勢 以及看多了這麼多舖位的情況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